香柳,防风贝,小六看着黑发紫衣的香柳,明白她还是用着防风贝的身份。 防风贝脸上的利器急剧如乌云压城,似乎随时都会倾盆暴雨成灾,小六悄悄闭上嘴没胆子说话。 防风贝俯下声音策策地说道,你差点死了。 呃,不是没死吗?小六心虚回答。 防风贝眉头微动一下,脸色更加难看。 她的命竟如此重要,能让你舍身赴死。 小六低声说,她是我哥哥。 防风贝皱眉,那你为何不回去当你的高星王姬? 毕竟你名义上的父亲是高星王,回去不就可以跟她永远在一起了? 小六笑眯眯道,我不,她只是我哥哥,我干嘛跟她永远在一起? 防风贝扭头不去看她,小六伸手想去拽她散落在池边的紫色衣角,不小心牵动了伤口让她忍不住倒吸气。 防风贝压抑着怒气,伤还没好就不要乱动。 小六只能牵着嘴角冲她甜甜的笑,以后不会了。 防风贝看着她,不会什么? 不会再拿自己命开玩笑了,你一定也很痛吧? 防风贝抿唇不语,她当时正在跟时染在歌舞房喝酒赏舞,追星刺骨地痛疼袭来时,她只有如坠寒瑶的恐惧。 她怕,她生平第一次如此惧怕,怕眼前的这个小人就这样死去。 你再怕,小六感觉到心里的恐惧,抬头问道, 防风贝收了视线,我是怕你死了牵连我罢了。 小六嘀嘀嘀笑,你骗人,你就是怕我死,若我死了,你会拿命来救我。 防风贝冷笑,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。 小六朝着池水弄弄嘴,不怕我死,怎么搞了这么多灵丹妙药,也得亏我体质特殊,换了别人,早被你送进阎罗殿了。 是你哥哥送的,还有那只狡猾的狐狸。 防风贝说得咬牙切齿。 小六头向后仰,闭上眼睛偷笑着,根本不听防风贝解释。 许久,防风贝轻飘飘的声音传来,你的身份怕是瞒不住了。 小六睁开眼睛,慌张地看向防风贝,你这话什么意思,什么叫我的身份瞒不住了? 防风贝逆着他,你几次三番舍命救他,加上涂山井那只狡猾的狐狸从中作梗,你以为这些灵丹妙药是他白给的吗? 小六惊呼一声,牵动伤口呲牙咧嘴地痛呼着,枪炫已经知道了。 防风贝点点头,他给高新王去了一封密信,相信过不了多久,高新王就会昭告天下,高新大王鸡找到了。 小六看着防风贝,从他脸上却找不到任何不舍的表情。 我说过,这贝子只坐闻小六。 防风贝笑得无奈,你该知道,这世上很多事都身不由己,一辈子那么漫长。 小六着急了,不顾伤口的痛疼伸手去拽防风贝的衣角紧紧攥在手里,英气的眼神看着他说,带我走。 防风贝摇头,此时此刻,我做不到。 为什么? 我一人无法与高新和轩辕对抗。 小六一双大眼睛瞬间暗淡无光,松开了防风贝的衣角。 防风贝拧眉看着那被钻皱的衣角,心里更是五味杂陈。 之前他可以给岌岌无名的闻小六一个新身份做回女子,但如今,高新大王鸡的头衔让他望而却步。 三个月后,小六的伤口终于长好可以走出这水池了,他穿好衣服慢慢扶着石壁夺出洞口,外面天气甚好,海天相接,浪花拍打着岩石,远处金沙碧海。 防风贝一袭红衣立在那里,像小时候朝云殿庭院里的那株开着火红的凤凰花的凤凰树。 小六神情有些恍惚,像是做梦一般走过去,一阵海风吹过,撩起防风贝的黑发红衣。 他扭头看向小六,漫不经心地说道,该回去了。 神农山,紫金顶。 防风贝带着脸色苍白的小六骑着天马出现在枪炫面前时,枪炫已经在殿前焦急地等了小半日。 伤好了,枪炫关怀地问,小六点点头,好了。 枪炫有些恼怒,质问道,为什么不承认你的身份,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是小妖? 小六低着头,哥哥,我不想回来做王鸡。 枪炫呆立当场,你,你是不想回来。 小六红了眼眶,就让我回去,好吗? 防风贝贝手,站在小六身后,眼神忧深地落在他的身上,有担忧,有不舍。 枪炫伸手握住了小六的手,你忘了我们小时候说过的话吗? 一辈子在一起,相互扶持,我需要你。 小六终于忍不住落下泪来,扭头看向身后的防风贝。 防风贝早就脸了神色吊儿锅当地站在那里,嘴角擒着一抹笑意。 看我干什么?狮子说需要你,我也不敢再留一个王鸡做我的小丝。 枪炫本就不喜防风贝这种浪荡子弟,冷声道,感谢防风公子救了小妹。 防风贝摆摆手说,要是你们送的,我也不过是借花献佛,若以后再见,王鸡不需觉得欠我人情。 枪炫用巨人鱼千里之外的口吻说,你放心,日后防风事有什么需求,我定尽力满足。 防风贝微微汗手,扭头骑上天马,消失在白云深处。 小六正正看着那朵白云,脸上泪如雨下。 枪炫轻轻拉住小六的手,低声说,我和师父一直在等你回来。 小六抹掉眼泪,善笑道,让你们担心啊。 枪炫的视线从小六脸上扫过,说,我曾用灵力探勘过你的真容,但是一无所获,不然,三年前我就该认出你,只是你的灵力为何如此微弱。 小六审笑道,一言难尽,留着以后慢慢聊吧。 枪炫为小六准备了一所独立的宫殿,怕他不喜人打扰只安排了两个小奴打扫卫生,连个贴身婢女都没留。 小六对这个安排很满意,他确实不喜欢有人打扰。 小六的伤出欲,胸口还是痛疼不已,几乎需要整日躺在床上养着,偶尔才能起身来到院中走一走。 枪炫经常来陪他,有时端着一盘小六小时候最爱吃的艾草糕,有时端着一盘冰肾子,有时是切成小块的玉瓜,偶尔会带一小壶酒,与小六一人一杯慢慢绰着,聊着小时候的趣事。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吃冰肾子肚子痛,还让我学了做给你吃吗? 小六捏着酒杯笑道,当然记得,男孩狠狠训斥了我一顿。 枪炫看向小六,你为何不肯变回真容来让我看,我还没见过你长大的模样。 小六低头道,我怕我变回真容,就再也做不回闻小六了。 枪炫正愣地看着他,张了张口却什么也没说。 晚上,枪炫在油灯下看着高新王的来信,信中只有简短的几句话,这世间的伤害不仅是以恶为名,更多的伤害都是以爱之名。 他不肯承认身份,便不要去破问他,给他时间,由他自己决定,他是谁。 枪炫就着油灯将信箔点燃,看着火蛇吞没文字,他似有千言万语翻涌在胸口,三百多年了。 他终于寻回了他,又怎样舍得放手让他归于人海。 小六在紫禁宫的小片店住了一年,一直以文小六的身份和容貌,除了屠山景,连风龙都不知这来自清水镇的文小六到底是何身份,直到这文小六救了枪炫两命,再次养伤。 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下得格外大,小六抱着暖炉推开窗,冷风裹挟着雪花迎面扑来,冷空气漠然钻入口腔,一股寒意袭遍小六全身。 枪炫处理完工事捧着一碟子零食来找小六,见小六趴在窗边看雪,笑道,是不是很无聊? 小六扭头看向枪炫,还好,比我被锁在笼子中,那三十年舒服多了。 枪炫坐在小六身旁,捧着碟子看小六吃着,每听你说一次流浪的故事,我的心就跟着揪一次。 小六做了个鬼脸,笑嘻嘻地将手伸向窗外接着雪,虽然如此,我还是更喜欢清水镇自由自在的日子。 枪炫凝视着小六,唇紧紧抿成一条直线。 小六看他,微笑道,哥哥,你一个人完全可以应付这一切,何必留我在身边? 枪炫不解,你为什么不肯回来? 小六低头道,我坐稳小六更快乐。 枪炫一手端着碟子一手握了小六的手,认真说,我会让你更快乐。 小六不动声色地收回手,不会的,做回王姬只会让我痛苦,我只想做个普通人。 枪炫拧没问到,是因为香柳,还是因为防风贝? 因为我自己内心深处就不想做回王姬。 枪炫紧紧盯着小六的眼睛,那双幼石以自己为天的眼睛,此刻却如此想要逃离他。 枪炫伸手扶上小六的脸颊,问,你忍心丢我一个人在这世间? 小六没有半分动摇,我还在,只是换了个身份。 枪炫苦笑,说来说去,你还是想要离开我。 哥哥,我带你去青秋,你收拾一下,下午出发。 说罢枪炫放下碟子起身大踏步离去,生怕小六在,说出什么让他心碎的话。 小六叹了口气,望向窗外漫天大雪,风雨进而树不止。 这一世的自己,难道还要如这漫天飞雪一般? 不知道将要飞往何地吗? ��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